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历程 婚姻说来很简单 其实就是男人和女人那点事 但真正相处下来呀 就是有太多的机灵狗碎 女人是婚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有丈夫婚姻就不算完整 如果没有妻子 那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婚姻 很多男人就觉得呀 我一直这么努力 无非就是想要找一个贤妻娘母型的贤惠好女人 回家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她把家里打理的情情有条 很多人都觉得 其实家庭婚姻比事业比其他的一切都要重要 因为老婆孩子又看头 这是很多男人的梦想 但是如果找到了一个败家娘们的话 那是很难得到幸福的 甚至会天天吵架 那么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行贵型的女人呢 今天小罗就给大家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严守负德 女人自从嫁为人妇的那一刻起 就应该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这一点对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从结婚的那一刻起 男人就需要肩负起整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啊一个守负德的女人 她是不会去和其他的男人搞暧昧 更不会去主动招惹其他男人 第二点就是耿逐男人面子 其实小罗觉得呀 男人好面子远远胜过女人 尤其是在外人 在自己的兄弟面前 男人通常会打肿了脸 也要来充胖子的 所以一个好女人啊 她就懂得在外面照顾自己男人的面子 在家里的时候 可以任性 可以去折腾男人 但是在外人面前 她一定是不会让自己的男人下不来台的 第三点 孝顺公婆 做一个好媳妇 除了要处理好夫妻关系以外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婆媳关系 而一个贤惠的女人 往往都知道 开始就去讨好自己的公公婆婆 其实严格的来说 这并不是真正意味上的讨好 因为聪明的女人都知道 家和万事兴 小乐今天就说那么多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点赞收藏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